大家好,我是阿乐,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们是一对在上海和杭州工作了6年 零成本肉败来到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对程序员 我们的频道主要是分享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安家的过程 工作生活的体验以及一些软件硬件的吐槽 甚至如果你有想要开发的APP或者网站 也可以来找我们 那今天这支视频的话主要就是分享在荷兰买房 拿到offer之后的主要流程 也会带大家解读一下购房的合同贷款的一些问题 以及我们是如何拿到107%的银行贷款呢 如果你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 拿到offer之后的流程的话主要是五步 估值、技术鉴定、购房合同、贷款合同 最后就是过户 因为我们这中间有找买房中介和贷款中介 很多事情是他们帮我们去做的 跟你比较起来的话肯定是有差异的 我就以我们实际的这个流程分享一下 估值 估值挺重要的就是因为这个报告就最后决定了 我们能向银行贷多少贷款 那我们的中介的话还有帮我们申请一个装修的计划 所以我们读出来又有两个价格 装修后的价格和装修前的价格 装修后的价格呢也比我们实际的价格多了差不多3万欧元吧 那我说我们这个贷款带到107%的话呢 也是装修后的这个估值的价格和我们这个offer的价格的一个比例 那实际上银行贷款的话还是按照100%来算的 因为它就是按照估值的价格来算 然后最多就只能带100% 那后面贷款的部分呢还会再讲到这个 如果你关注这个的话可以留意一下 但我觉得过程还是停水的 就5到10分钟拍了几个照片 600欧就去了 虽然看起来就停水了 就好像中介之间就是有关系 然后大家或者比较熟的话相互通融一下 然后把那个价格往高了估就可以了 但我们有一次失败的竞价经历呢 就是说明这个其实还是有一点困难在里面的 那一次经历呢也是我们中介就觉得我们的运气实在是太差了 因为我们那次报的价格呢 是所有offer中最高的价格 然后卖家就是来问说我们有没有这个贷款的要求 中介呢是说这个房子大概比如说就是估值在415左右 我们报价是420 也就是说如果他估价估在415左右的话 我们是需要出5000欧元自己掏现金的 那我们就说那也行吧 那415左右也可以接受 但是呢那个卖家就是对他的房子很没有自信 他觉得他估不到415 反正就是没有接我们的offer 他就是安全起见就是拿了更低的 反而没有拿我们的价格 所以竞价确实就是有一点玄学啊 就是低了不行 高了也不是很行 但是呢就是如果自己的offer的价格比估值高 自己掏的那一部分钱呢 其实就是在为市场溢价买单的 网站上不是可以查到这个WOZ的估值吗 其实WOZ的估值是官方透明的 就是这套房子它的地段导致的它有一个价值在这里 当然越好的地段 它的WOZ估值也是越高 然后你房屋的估值肯定是WOZ的基础上更高 因为你毛坯的减装的和精装修的这种室内装修的越好 那你的估值当然也就越高 然后你的室内保养的越好 当然估值也越高 技术电力 因为之前不是说法律规定 卖家要交代他自己房屋所有他知道的东西 但是他也有他不知道的有没有隐瞒呢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也是有权利去找一些专门的技术人 技术人员来检查这个房屋的质量 包括它的隐患啊 可用度 尤其是像失眠水管寒纤这种 确实是不容易知道 就算是技术检查也是要额外加钱才能检查的 但是我们就没有加钱 然后这份报告其实也里面就有说明 如果技术人员肉眼可见的 识别出的失眠或者水管寒纤的问题呢 就一定要在报告中指出 所以我觉得到这一步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对这个就是非常介意的话 直接买94年以后的房子 因为94年以前都有存在这种可能性 然后除了屋子里装修的这个呢 他还技术检查还要去检查这个屋顶 然后外里面然后还有地下的那个爬行空间 不知道怎么翻译 所以就地底下的那个他都会去查的 技术检念我觉得非常值得做呢 就是因为我们要装修嘛 我就专门问了他我们的厨房 地方呢就是这些水管啊电路啊 都容不容易 然后还有厕所换成新式的壁挂式的马桶 是不是可行 就装修这些事情嘛 就是你只要花钱都能够办到 但是怎么样在有限的资金下就做到自己比较想要的程度 然后这件事情是不是容易的 普遍的就决定了他施工是不是便宜 比如说我们要挖这个地面的管道 铺那个电线的话 那木地板显然就比这种水泥地板要简单一点 人工费呢就也少很多嘛 因为技术人员他对房屋的结构也很了解 那我问过他之后再去问装修队我至少心里有个底 就不会被装修队说啥是啥了 所以我就觉得这一个小时350欧就是非常划算 那最后就是这个报告的话 也会指出有哪些隐患 然后修理需要多少钱 那如果这个费用很高 你承担不起的话就不要签这个购房合同了 因为你签这个合同也意味着你是认可这个维修的成本的 现在的话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自己做的笔记 就是看一下这个报告有多少详细 就包括这个我们的燃气罩是电燃气呢 还是天然气 然后油烟机内循环他都帮我们做了标注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问了 就因为我们都问他 然后他说他会帮我们写在报告里的 所以确实就非常详细啊 这里他这个报告里面呢 就是这个颜色会标出他不同的可用的程度 他的隐患程度高不高 购房合同 在签合同的时候 就是我们每一份你自己签名的这种东西 你都要认真看 所以在这个购房合同里呢 明明确确的就是界定这个法律的谁要负什么责任 这样子 就我以前不知道说公寓也要也是要交房产税的 这个房产税的话应该是按照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这个合同上是写着阿姆斯特丹地区的话 是以WOZ的百分之多少的比例交一个 每年交这样一个房产税的 合同里还有比较重要的就是有一个三天的冷静期 那这个期间呢买家你就要好好考虑 包括你要综合你这个技术鉴定的这个报告 你看到里面有什么问题 特别是那个失眠如果他发现了之后 那个去一去还是很贵的 这种价格如果都在你承受范围以外 如果你就是不满意了 在这三天冷静期里面请及时的就是取消 尽早及时 如果你过了这个冷静期之后 然后发现了问题 然后你要取消的话 这个违约金是10% 就是房价的10% 然后就是在签了这合同的两周之内 要给到房屋这个10%价格的这个保证金 押金 他会在最后交个日的时候特款给你 就合同都是荷兰语的 然后他会发给你一个英语的范本 那我们的合同都是我们的中介帮我们看的 今天我就把它给我们标注的这些重点 给大家翻译一下 然后大家在看自己的购房合同的时候 就可以参考关注一些什么 第一张就是费用的解释 就是谁要付哪些费用的房价是多少 然后VVE多少都有明确的注明 那第二张很长就是关于房屋的所有信息 就大家要重点看 比如说这个房子有没有违章建筑 然后卖家保证交易日它是清空的状态 然后VVE保险地租 然后水管污水处理 也还有房产税 就是这些跟政府打交道的信息 就都在这一页 那之前就有人搞不懂这个地租 就像我们的话是一大笔就已经付到了五几 二零五几年 那之后我们可以选择买段 或者每年交多少租金 这个在合同上都有写 那看房的时候我们就是要问卖家中介 因为这些信息呢都是公开透明的 对于一套房子的所有的信息呢 就是一定要多问 多去问这个卖家的中介 尤其是跟钱相关的 就是大家敞开了谈 然后第三四五六就之前讲过的卖家 告诉我们他所知道的事情 那我们也有责任自己去查 第七八九的话 就是合同签订两周内 就要给公证处房价的10%的作为保证金 之后如果过了这个冷静期 想要取消合同的话呢 这部分就要被作为违约金 然后第十部分呢 就是一些法律条文吧 第十一章呢 就是有一个保险 那我们的中介是建议我们不用出来 就250欧 他说在这个交易的中间 有出现意外的是比较少的 所以可以不用 然后第十三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是有一个三天的冷静期的 那只有我们买方 那卖方是不可以的 贷款合同 首先的话就是跟我们的贷款中介说我们拿到这个offer 然后他去帮我们找更优的汇率 帮我们去拟这样的一个合同 然后贷款这里面有一点要说明的就是装修的贷款 像我们就是一开始这一笔去申请的 然后这个装修贷款的话是要在一年内用完的 不可以移动的那些就都可以从他那个账户里去提 然后你只要拿着你那个收据 那个发票 如果未来在某个时间段里面 你想要装修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向他申请装修的款项的 我觉得这一点就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因为差不多五到十年的这一套房子的话 都会需要进行一个整修 你后面去申请的话 就不需要在公证处的认证了 就是可以免掉那个过程 我理解就是这样子 具体的话大家可以问一下你们的贷款中介 然后看他怎么去操作 他是有说这个30%的Ruling的优惠政策 才能贷款贷到100% 否则的话只能贷90%最多 我这个不确定 但是他是这么说的 然后我在这个网站上有贴了两个 就是你大概能够拿到的这个RNG 或者这个ABN的汇率是多少 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怎么看这个表格 那横轴是贷款贷估值的比例 就90%还是100% 中轴是贷款的年限 是5年10年还是20年 这里要说明一下 不是说贷款要在5年10年内还完 是说从现在开始 这个年限内的固定利率是这个 咱们贷款还是可以选择30年还完的 比如我们选择10年 那贷款100% 那利率就是1.61 那10年到期后 就是要跟银行再根据当下的利率做调整 因为这个也是在不断的变动的嘛 那也有可能那个时候 会比现在利率更低 或者比现在利率更高 那也有可能我们房子已经卖掉了 就不用再关心剩下20年的利率了 这个也是我一开始比较困惑的 跟大家解释一下 那还有之前的视频不是说最多可以贷102%吗 但实际的话一个是我觉得利率不划算 另外一个按照我们中介的说法 其实是贷不了的 至于装修贷款的话 其实已经在估值上累加了 正经按照估值来算的话 它还是100% 当然如果像我们这样 就是按照我们实际offer的价格 那是可以超过100%的 而且没有什么上限 现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都有买方的中介 或者贷款的中介 去帮我们把这个合同都翻译成英语 然后跟我们解释 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任何问题 都是可以问他 尽管有他们帮我做 其实我还是自己就是大概的 把这首自己翻译看了一遍 对就是还是那个 就是对于自己要签字的东西 自己要绝对的负责任 因为他们虽然花了钱帮你做 那最后签字 有法律效应的 或者要承担责任的 就是最后还是自己 最后一步了就是过户 那我现在还没有到交易日的时间 但是呢就是有些事情就已经公证处有安排我们做了 就是一个就是找翻译 到时候会有一个transfer deed 过户的一个合同 也是荷兰语的 所以现场就是要找一个翻译人员 口译人员跟我们一起去帮我们解释这个合同上的东西 那天的话会签贷款合同和transfer deed两个一起 那我在网站上也放了这个公证处认可的这个翻译人员资质的这个网 这个网站大家可以到这里去搜索可以自己找也可以让公证处的人帮忙安排 那我是自己发了一些邮件给这个搜索结果里面的其实价格是在它这个区间内差不多也就是250到350之间 对但是自己的话就会有一个选择的空间嘛 整个流程就算完结了 那我也不确定最后过户的时候还会有什么异常 那如果有的话就再开一期视频 然后想交易税啊 就是现在政府已经确认了嘛 针对18到35周岁的年轻购房者的第一套自住的房子 是不需要缴纳2%的交易税了 尤其是你的房子如果超过400K的话 就一定要在21年的4月1号以前 因为之后的话就也不满足这个免税条件了 那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然后整个买房的流程呢也完结了 就是包括如果不找中介的话 自己竞价要怎么个流程 然后中间有什么小技巧 第二个就是中介的话到底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我推荐大家去找个中介 还有上期如何识别房屋好坏 之前的那个流程的话 上半段的流程呢 加上这下半段的流程呢 整个流程也是完结了 那之后的话我们还会有装修 特别是厨房的装修 厕所的装修 然后还有刷墙 还有铺地板这种事情 有些我可能会要自己来做 因为钱不够 就是省钱 所以就不管你是部分装修还是全部装修 我相信接下来的过程呢都会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 那其实最近也是因为装修 然后有了解到一个朋友之前就是装修的时候找了一下装修队 然后付了定金 结果那个装修队呢就没有给他们干活 拖着不干 然后他们去打官司打赢了罚钱嘛 但是对方也是就是无赖 也是不还钱的那种 就是也挺揪心的 我是挺不希望说哪天在视频里就跟大家哭着说 我们的装修队跑了之类的 就这样的视频呢可以带来更多的关注 但我还是觉得就是代价太大了 就是希望平平淡淡的 然后能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是生活中的一些善意吧 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就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这支视频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也记得帮我点个赞分享给你的朋友 那视频中提到的一些链接 我都有写在信息栏里面 如果我有遗漏的话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里面留言提醒我添加一下 最后还是祝大家都能拥有心仪的房子 我们下期见 拜拜